马上就是农历春节了 俗话说有钱没钱 也要吃一顿大餐来过年 为了让弱势家庭 也能够一起围炉过个好年 Q点国际社群经营管理委员会 2019年2月28号晚间 特别在台中市西图路上的 大台中牛排馆中科店 举办一场岁末寒冬 Q点送来感恩回馈爱心餐会 邀请超过500位的弱势家庭 品尝精致的美味料理 让弱势族群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 让我们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 比如说我们这些小朋友 这些独居的一些老人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 是有爱心的 这个社会是温暖的 那因为过年也快到了 那让他们这个年过得比较温暖一点 Q点国际社群经营管委会主委前宝成表示 目前Q点支付已经有20万以上的会员 为了回馈社会 也以感恩的心情 举办这场感恩爱心餐会 邀请中华民国失智者照顾协会 迎吸教育基金会 跟台湾阳光妇女协会等公益团体来参加 让他们相当肯定跟感谢 做睡末寒冬 Q点送软的活动 对社会所有需要关怀的好朋友们 做一个春节前的关怀 我想今天社会上有非常多需要关怀 也有非常多热心的企业界跟相关的协会 我希望透过我们一点点的力量 我们扩而大之 我们很谢谢Q点 就是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整场活动大概有500个 差不多500个弱势的家庭的成员来参加 那光是我们财团法人营系教育基金会 中华民国失智者照顾协会 跟台湾阳光妇女协会的弱势家庭 就已经有大约200多位 对那我们很感谢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他们很希望我们的家庭 有机会可以来这种地方 刚刚有孩子一进来就说 哇我可以去拿餐了 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餐会当中 还有精彩的乐团演出 以及各式各样奖品的摸彩活动 让现场的气氛嗨到最高点 主办那位还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带着所有在场的寿星 一起唱生日快乐歌 吃完了丰富的大餐 Q点之父也为大家准备了许多丰富的礼物跟福袋 送给参加餐会的每位贵宾 也让大家分享美味的蛋糕 Q点之父表示 将来还有一系列的公益慈善活动 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情 希望带动台湾经济发展 让社会家庭更加富足 幸福跟美满 记者陈文旭 小友金台中报导